自己的老巨頭像這樣 廁所裡水流從天而降 地板放了垃圾桶塑膠箱 但根本擋不住 像瀑布一樣的誇張漏水 我已經夠瘋狂狂了 好好的 廁所漏 外面也漏 長角滿是一條條 長長的水痕 滿地都是水 這是方先生租來 當機車行的房子 他指控疫情漏水多年 房東就是不理不睬 好像瀑布的 這房子 不然我就開始租 剛才是小工而已 我要照顧 還會越大工 小廚都不改革 對啊 他說那我的事情 叫自己注意 房子裡到處潮濕發霉 漏了三年 方先生指控房東完全不管 照常收房租 甚至還反槍是房客有問題 我沒有住在這裡 你說水怎麼樣 你說水怎麼樣 我沒看到 是嗎 水怎麼樣 我家裡的 也回去調整委員會 那就是都不理會 這房子位在嘉義市 三年來為了漏水問題 房東跟房客吵吵鬧鬧 記者找上房東 他說自己在忙 不方便回應 方先生無奈說 遇到這樣的房東 三年來不斷讓步 但看看影片裡頭 廁所 室內 大小瀑布 濕搭搭 委屈讓步 還能讓到什麼時候 記者和郭文 再來報導 我家裡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